俗家哥哥是职务人 老母亲一直期待其极 恳请老后尚慈悲 能指点迷津 这个职务人是顺羽 徐叶病 叶长病 病一共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身体的病 像伤风感冒 饮食穿着不小心 感染这个疾病 这些疾病医药有效 你一定要找医生 医药有效 第二种就是鬼神覆身 这个病吃药没用处 因为它不是身体上性病 冤鬼 那么这些呢要调解 就是化解 所以这个金灿佛寺化解 会起作用 大多数都多起作用 第三种是业障 你看不是身体的 也不是鬼神覆身的 过去身中造的罪 很重 带到这一身来了 受这个报应 治比较上麻烦 但是不是不能治 怎么治呢 灿除业障障礼 一定修忍悔法 如果是家里人帮助他 全家认真忍悔 会产生奇迹 改过自信的 改过自信的 那么家里的一个人 叫全家人 都忏悔的时候 他是来度你一家人的 因为什么 你为了他了 不能不反省自己过时 认真断卧修善 你们一家人都成就了 他也成就 那不是这样做法的时候 那个奇迹是不可能发生 这样做的话 就很容易发生 那他就是两个 一个呢 他就走了 等于说他的任务完完了 把一家人都做了 他走了 另外一个呢 他还有寿命说 他的病就好了 就这两种信息 不会再拖累人 凡是有个道理 你明白道理 就知道怎样做